Cynergy Exfoliating Serum 中文叫做溶黑头精华 它确实是可以溶黑头的 否则会触犯商品说明条例 它里面有果酸 AHA 它是用乳酸的Lactic 会比较温和 里面有水洋酸 BHA 可以入到毛孔里面 将一些油脂溶去 所以就是这样溶黑头 AHA可以去角质 有角质就是会塞住毛孔 所以这个是弄走角质 不要塞住毛孔 然后再有水洋酸进入毛孔 就清洁了毛孔 里面还有其他成分 可以保湿 有天然保湿因子 有Witch Hazel 可以修毛孔 也有炉灰可以做保湿和修复 其实加上HA加上BHA 里面有18% 不算太高 如果你去医生那些做 就会去到60-70% 所以这个是可以每日用的 本身乳酸也可以做美白和保湿 之前我的video可能讲过 早或者晚的 其实它是酸性的 即是果酸 酸 所以它是不能混合 维他命A 或者维他命B3 但是它也有点光敏感 所以如果你真的早上用 你必须要拆防晒 另外我研究了一个用法 就比较方便 因为大家看到它比较硬 而且它始终有酸 有股味 我老公叫这枝做铁打酒 也有股 挥发性的酸味 现在我怎么用呢 可以隔日 就是黏字位 这个 乳酸有很多粒粒 厚敷 厚敷 厚敷五分钟左右 其实它会有些黏粒粒 是正常的 你五分钟之后 用清水洗掉它 如果你要塗维他命A和B 请你隔多五分钟 才好用 其实早上 你或者说 我没什么所谓 我之后都是化妆、茶、粉 都没所谓 你可以不洗的 如果你是早上 你用维他命C粉 你也可以用它来开维他命C粉 就只避开眼位就可以了 如果你说 我不用C的 我早上不是用酸性产品的 我早上用B 晚上用A 那没所谓 你可以晚上回到家 就像我刚才说 厚敷 然后洗了它 然后隔五分钟 就再塗A 那我就建议不用再用眉针了 因为如果不是刺激性 就会太高 你当它是一个隔日的treatment 夏天可以用密一点 因为始终的角质 形成得比较快 那冬天又用梳一点点 那如果大家对用法有问题 也可以随时打给我们 或者email我们